6000輛新車停放在德國中部艾森市的汽車物流中心 甚至還有拖板車載著多輛新車閒置在現場 德國汽車銷量不佳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不少車輛已經滯銷超過一年 銷量營收慘不忍睹 讓包含福斯在內的多家德國汽車以及零件大廠 被迫寄出財務縮減計畫 而艾森市的這家汽車物流中心 雖然是西德大型汽車製造商的重要中轉站 但如今已無法接納更多車輛 德國汽車產業面臨嚴峻挑戰 讓車廠員工較苦連天 這家的車輛中也有不少高價電動車 一輛新車要價約新台幣171萬元以上 全部的新車總價值估計高達新台幣102億元 分析認為這些車輛主要是因為高昂價格 及電動車發展策略未達預期而滯銷 汽車停車場就趁機賺了這波災難財 在另一方面汽車製造商為了提振買氣 势必將祭出折扣或是降低價格 消費者也將因此受益 3D星我是B神報道